玩家們是不是發現身旁的朋友 有越來越多人都在玩魔靈召喚 讓你忍不住下載來玩 但是看著種類更多的魔靈和符文 卻不曉得該如何搭配 為了卡關而堪腦呢 別擔心 今天的攻略抱抱就要來幫助你 打通遊戲初期的任督二脈哦 一進遊戲最困擾的就是魔靈的選擇了 其實魔靈召喚的首抽不像其他遊戲那麼吃重 雖然星數還是有些影響 不過由於低星數的魔靈也能夠透過進化來提高星數 所以一開始不用執著於非得要四星魔靈不可 只要是適合的魔靈都可以開始慢慢培養 這樣在初期就能夠快速成長 而且也能夠更容易取得同類的魔靈來強化技能等級哦 要是真的害怕踩到地雷魔靈 不妨透過遊戲內玩家給予的魔靈評價 查看其他人的意見 這樣一來就不怕錯過值得培養的魔靈 或是把資源投資在錯的魔靈身份囉 有了魔靈之後下一步就是培養啦 除了進行關卡提升等級之外 也可以使用合成的方式 其中專門用來強化的魔靈就是天使怪了 只要將它強化到最高等之後再覺醒 為給同屬性的魔靈就能夠獲得最大的經驗值效益 另外也能夠購買水晶之壺這類的建築物 將魔靈安置在裡面 就能夠隨著時間而提高經驗值囉 而符文的搭配則是另一門重要的學問 挑選魔靈要搭配的符文 建議先研究一下魔靈的技能以及屬性 像是火屬性小惡魔的技能會在暴擊時發動附加效果 所以可以增加暴擊機率的刀刃 符文套裝就是首選 而瘋屬性狼人的被動技能 滅士能夠附加百分之十體力的傷害 所以增加體力的祝福就是攻守俱佳的好選擇囉 而符文和魔靈一樣也有星數高低的差別 星數越高的符文除了初始數值較高之外 強化時提升的數值也會更高 所以別浪費太多魔石在一星或二星的符文上面 把資源保留在三星或四星以上 才是明智的選擇 至於較高星數的符文 則是要挑戰難度更高的關卡才有機會取得喔 另外也可以挑戰巨人地下城或是龍之地下城 來取得初始時就有許多附加屬性的符文 選去每強化三級才會新增附加屬性的過程 直接加強附加屬性的能力喔 至於競技場中獲得的名譽點數 除了可以購買三到五星的召喚書之外 也能夠購買各種強化建築 所以投資一些心力在這裡也是必須的 當在競技場挑戰其他玩家時 建議先從最弱的開始挑戰 連勝幾場之後就會獲得生命力和攻擊力的加成 像這個時候再去挑戰強一點的對手 就會有更高的勝算囉 而隊伍組成的原則則是以攻擊力高的為優先 因為在競技場裡戰鬥越久 就會承受防守方神秘之塔的攻擊越多次 所以記得速戰速決才是王道喔 當卡關的時候 玩家可以去研究敵人的屬性以及技能 調整出更適合的隊伍打法 要是真的不行的話 就回頭去培養魔靈的等級 同時收集並強化合適的符文 累積實力之後再重新挑戰一次 這樣不管再難的關卡 相信一定都可以順利突破的喔 或許出了就被拼著 使用其他律師的信任 跟男人的打者 他們 ус反擊 然後再重新挑戰 我們來幫助 社會 我們來幫助